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建设或设立一个智能化的胶水系统 那么我们到商店里去买 那么我们主要是到这个section 就是Plumbing 主要是这个管道和灌溉系统这一套 这个走廊 那么在这个走廊呢 当然我们要买的呢 第一就是要买这个电脑系统 就是头脑 那么同时呢 还要买这个就是阀门系统 阀门系统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控制系统 然后呢 我们再买一些管道 那么管道呢 有出管道是主系统 主管道 还有系管道 各种各样的管道 那么我们先首先来consider的 就是我们首先来看的就是这种智能化的这个系统 这个控制系统呢 就是这个电脑系统 那个这个电脑系统呢 它现在有两类 一类是一般的就是不智能化的系统 还有一类呢 就是我们最近刚出来的 叫做smart system 智能化系统 它是一种物联网 就是可以和通过物联网和手机联系起来 实现远程遥控 并且和这个国家的气象的数据来联系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它就可以进行调整 对于这个土壤呢 对浇水进行调整 而我们一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灌动系统呢 是和这个国家的是没有连的 是国家的气象数据是没有连的 所以说呢 它只能是按照一个固定的一个浇水的模式 然后它进行浇水就可以了 那么甚至下雨它也在浇 如果你不关的话 那么这就是这个传统的系统和这个smart系统区别 smart系统它可以根据国家的这个气象数据 还有这个空气和这个风和这个土壤进行调整 那么这两个系统 那当然呢 你可以换 那么现在我们比较prefer就是这种smart系统 那么smart看这个东西呢 它现在好像有两种系统 一种是orbit 还有一种是就是smart系统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步 下一步呢 我们主要是寻 电脑系统已经有了 还有一个就是发门系统 就是控制系统 用电脑也要产生信号来控制这个水门去开放 那么这个控制系统呢 我们叫发门 买各种各样的发门 那么发门以后安装以后呢 这个发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发门是有两个口 一个口是进水口 一个是出水口 然后这个上面呢 它进行控制 因为和电源这个电源线呢 是连在你的电脑的这个控制系统当中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它可以控制什么时候浇水 什么时候开关 这个时候它就有一个小的小的小的小小马达 然后它就把它打开或者关上 那么控制系统 那么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去寻找这个管道 那么管道呢 我们一般来说有这个粗管道 还有这个细管道 有细的有粗的这样的一个管道 那么我们根据 那么主要的就是从发门 那么出来的管道呢 当然都是这种粗的管道 那么这种粗的管道呢 然后 那么每一颗进行浇水的地方呢 我们用细管道 那么在这些管道 这些端都是 都是橡皮 都是可以可塑形的 就是说都可以可以动的 那么它可以到任何地方 拐弯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买一些 这个管道 是这种塑料 塑料管道 还有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种拐角啊 或者是这个分叉啊 这种各样各样的管道 那么各种 各种配件我们买到 下一步我们买的就是这个细管子 这个细管子呢 它就负责 就是从主管道里边 然后伸出来 去到我们每一颗浇的 每一颗 每一颗需要浇的这种 蔬菜和水果 然后用它去引到那个 把水引到那个 就是那每一颗当中去 那么我们当然我们可以买各种各样的这种喷头 都可以 这种喷头 那么各种各样的喷头 那么它每个喷头呢 它都有一个标记 比如说这是点滴的是多少 你可以控制点滴 可以控制它交半径 或者是控制它交哪个多远 那么每一个呢 它都有一个标记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主要的想买的呢 因为我们主要是想用点滴 所以点滴呢 所以我们主要的想买的就是这种喷头 这种喷头呢 就是说它可以交这样的一个圆的 而且它可以交0到13个inch圆 然后呢 0到13个feet圆 然后呢 它可以交这样的一个半径 然后这样的话是整个的360度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喷头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需要这样的一些喷头 这样的喷头呢 就是说它可以 就是说它 这样的喷头呢 就是说像扇形的一样 它可以有一半 有一半的这种扇形的这种喷头 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些 还有呢 就是说比如说45度的 45度的这种喷头 我们也需要 所以我们要45度的喷头 我们也需要 那么 同时呢 我们 比如说这个点滴的这些东西 它的这个喷头和这个主的管道 要连接的地方呢 我们实际上我们需要 一些连接的一些connector 就是这些connector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些 就是 那么我们可以买一些connector 那么这些connector呢 它就是可以进行控制 比如说像这样的connector 比如说这样的connector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开关 把它开了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开多少 然后它是可以低点的 那么这个connector 我们可以有 我们还需要一些 就是 比如说 这个管道 这个connector就是喷头 连在管子上 然后这个喷头呢 它可以插在这个管子上 然后通过这个插在管子上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管子呢 需要和粗管子进行连接 比如说我们用这样 这样的一个管子 然后它可以插在那个主管道上 我们可以用一些 那么同时呢 如果说是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呢 我们需要就是口 或者做错了 或者以前的旧口 不失忆了 我们需要把它封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 这些stopper 那么这些stopper呢 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发现了 就是这些stopper 就是说把这个像个plug一样 就是一个 一个锥子 把它锥上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还需要 就是 这就是我们基本 所需要的一些 一些配件 当然呢 你还可以买一些 这些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 一个固定管道的东西 那么固定管道的呢 因为这个可以自己做 所以我就不买 不买了 就是拿个铁丝 然后弯个弯 然后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 去买这个线 买这个线成的 当然你买了以后 比较贵一些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滴水的喷头 我们都可以从这买到 就可以了 很简单 出管道 出管道他们之间的这种分叉 或者替 替分叉呢 那么我们可以买这样的东西 来进行分叉 那么因为我已经有了 所以我基本上 就是我们可以买这些分叉的系统 来分叉 那么让这些水管的呢 分叉 好了 我们将在下个智能灌溉系统系列节目当中 分享如何建立连结和调试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